因為其實這次已經是第二次穩設的情報 無論在我裝修之前 或者是裝修員的跟進事項都跟得很足 設計了一個可以消失的供應房 這就是我最滿意的 今天來到將軍澳CAPRIC的三房兩廳單位 實用面積749呎 CUT CHERRY 應該是四房單位才對 四房? 平面圖只有三間房 哪裏有第四間房 你看看 因為我們這裏是三房單位 沒有軍人房 所以設計師就在玄關天花的位置 做了一個黑色的燈槽 收藏了變動的卷簾 放進來之後就可以變成一間工人房 原來在這裏 那床呢? 你猜猜 我知道 還不在這裏 只有這個貼心的設計都夠成為超級家居 不止這裏 還有其他特色的設計 好像這個門口一樣 因為我不想人家一進門口就看到窗 所以設計師特意製造一個木屋的屏風 一旦可以遮到窗 二旦可以分架到玄關和客廳 而這邊設計師用了藝術漆做長身和暗門 很漂亮呀 讓我進去看看其他地方 這個單位三間房都做了地台設計 令客廳不用擺放那麼多大型的儲物櫃 增加整個屋的空間感 這個梳妝桌就用了黑色的石紋防花板 配襯銀杆鏡邊框的黑色鱷魚皮桂 夠高貴華麗 而這個鏡櫃還可以打開 這次設計師將兒子房的房門由側邊改到中間 令到房間左右兩邊都可以分別放到書桌和衣櫃 哇 這個改動真的將兒子房用到盡 哇 很清新的湖水綠 配合這些花線 很夢幻 設計師還在這裡加了一塊全身 哪個女生進來這裡都一定會壞一聲 廣東飯 為何一開始會選擇設計情報中心 因為這次已經是第二次找設計情報 因為第一次找的過程很愉快 設計也很滿意 變成單位裝修第一時間都會考慮設計情報 一開始你對單位設計有沒有要求 因為單位是三房而沒有均衡房 因為我的小朋友都開始大 希望他們有一間獨立的房間 所以我特別叫設計師 希望在單位設計一個官員房 而設計師就在客廳設計了一個可以消失的官員房 這就是我最滿意的 你跟我們的設計師相處得好不好 因為這次我是第二次找設計情報 無論在我裝修之前或是裝修員的跟進事項 都跟得很足 特別在裝修期間 因為我收樓至裝修完成期間 都很接近一個農地新年 變成我們跟設計師都要緊密溝通和接觸 他一直跟進的事項都跟得很好 如果將來你要裝修或朋友需要裝修 會不會推介設計情報中心給他們 會 因為這兩次裝修過程都很愉快 我也都已經推薦了同事 找你們設計情報中心裝修 他都滿意今次的設計 所以日後我都會 如果裝修的話我都會找設計情報中心 亦都會推薦給朋友 大家下期待